是不是跟妳的臉一樣大 來來 底下妳的臉 跟那個果汁是不是一樣大 爸爸給妳照一個像 妳看妳的臉跟那個果汁一樣大 果汁比臉大 果汁比臉大 對啊 這裡 這裡比較大 這裡是浪 我們就是在浪板溫室 那這裡跟剛剛那個檢驗溫室就不太一樣 這裡有兩個品種 其實這個不是標準的做法 這是空天比較大 照說應該我們這裡有其他的作用 但是有的時間我們就種這些東西 所以只是給各位看一下 好 然後 剛剛有問 這個果汁 就是一柱裡面結一個果汁 然後 到底要留在哪一節 大概是 我看這個幾節 14節 大概12到14節 然後這個以上的頁面積 大概是13到15枚 那每一枚的頁面積到這麼大 我的一個手掌大概500平方公分 所以將近7000到8000平方公分 就夠 這個果汁來生長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 白天的光額作用 減掉晚上的呼吸作用 剩下的營養分就留到這裡來 好 這樣了解嗎 就是用這個葉片來吃到光額作用的營養分 假設生產10份 然後這個葉片晚上有的呼吸 它消耗8份 就剩2份 這個就不甜 原因是什麼 呼吸作用太旺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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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晚上的溫度太高 跟白天的溫度相差不大 所以我們要日夜溫差大的地方來做 紅湖就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日夜溫差 就是白天很熱 晚上比較涼 大概擦在10度左右是最好 就等於你生長10份 消耗到2份 你就留8份 就這個意思 還有一個重點 怎麼採收 來來來 要留那兩個葉枝 來 阿商採到這一個 你看 這個是一個果實 對不對 那我們上面會留兩枚葉片 這個葉片是正常的綠色 對不對 等它開始熟的時候 這個不是病斑 這是 葉綠樹上面的鎂 氧化鎂的鎂 MG這個鎂 慢慢慢慢回到這個果實去了 所以葉片就越來越黃 所以偷羊香瓜的秘訣在這裡 不要進來 看到瓜就撿 那是傻傻 笨傻 不會採收 一定要 對 看到這個果實上面的 兩枚葉片 我們都會留在兩枚 然後栽心 留在這兩枚 就是採收指標 這樣懂了嗎 所以如果你們進到人家的溫室裡面去 要收溫室羊香瓜的時候 就用這兩枚彩色指標 來當作你的依據 那這個越黃 它就越熟 因為有的果實 熟了 顏色不會變 那會變的看得很清楚 對不對 尤其日本的系統 它就不會變 顏色一樣是綠色的 你就沒有辦法分辨 有色毛 要是用這種方式來 好 這樣知道怎麼去偷菜 溫室羊香瓜 好 走 好 走 好 走